剛剛回到家 我希望儘快換了這條車輪 因為MW沒有車輪 現在爆了輪胎 我回到家後 因為我換輪胎的時候 不要弄到手都黑了 你看我現在不斷摸 手都沒有嚇到 因為我一回到家就馬上拿水 沖一下輪胎 希望把最表面的塵塵洗走 我現在就做了這件事 我現在不斷摸它 但手都沒有嚇到 非常好 MW車是正常不會有這個情況 就算摸到車架 碰一下 整隻手都會很髒 剛才拿水沖的時候 我就找到爆胎的孔 有一顆半cm的玻璃碎 插到胎上 然後弄了一個孔 我已經把那顆玻璃碎 直接沖到廁所 如果大家最近經過元朗去屯門 那條單車徑 尤其是藍地那一段 就小心一點 因為那裡可能有玻璃碎 應該不會只有一顆 我也知道更多的觀眾 可能會對我現在的連結 有沒有爛到呢 更加有興趣 因為去爆胎之後 我是有繼續踩的 看了很久 其實都完全看不到任何花痕等等的東西 如果真的撞了一個地的話 可能這條碳框的邊 就會看到一些凹凸痕 花了一點 跟地面磨擦 當單車爆了胎之後 這條胎仍然在這條拋框上面 每一次碰地的時候 它應該還是保護著拋框 我就坐在這裡看了一陣子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花痕 有不少觀眾都會對我用的裝備 有一點點興趣 這條拆框是Fullcum原裝的 有兩支 它是原裝在我買這條連結的時候 在盒子裡面送給我的 因為之前也有不少觀眾 去問我 我那些碳框是甚麼品牌 是給我買的等等 其實全部都是Fullcum原裝的 這個拆框的質地 比起我平時淘寶買的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碳輪特定用的拆框 我想是沒有這件事的 不過我看到它的質地有一點點不同 我想對這條連結好一點吧 我一開始擦單車的時候 很喜歡繃到一條胎820磅 那時候經常爆胎 爆到七彩 可能兩天換一次 真的試過兩天爆一次胎 可能那時候也有點肥 所以坐爆了一些胎 那時候就很懂得換胎 現在已經忘記了 我那時候是見過一些換胎的單車店的師傅 是不需要用拆胎盤也拆到一條胎 我不知道在在有多少位觀眾可以這樣做 我是用著這些拆胎盤也拆不到胎 喂 出來吧 其實這不是一個好的訊號 因為我是聽過Daniel他們說 我將會換一條胎 即是這一條的Corsair Control Victoria的Corsair Control 胎 不知道在鏡頭看不看到 這條胎已經放了兩年了 當時我剛剛換了這條馬牌5000的時候 我就發覺它是在正常的單車勁的路線 是滑到七彩 然後我是很不喜歡的 然後我經常打算換 然後我就經常打算等到這條胎爆了 爛了才換 誰知道這條馬牌5000是很久可以用 我現在連馬牌5000都拆不到 即是我一陣換了Corsair Control的時候 就很有問題了 剛才說過有些單車店的師傅 是不用擦胎盤 我是坐底要三支擦胎盤才能擦到這條胎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做的 我是需要這麼多胎盤 搞定 MW我是真的太久太久沒有試過換胎 我剛才不斷嘗試拔這條內胎出來 然後我發覺 這個還沒有拔 讓大家看看這條link有沒有難度 因為我爆胎後真的在這裡 繼續坐在上面踩 我真的看不到我任何的花痕 真的很多層 我三年前拍過一條影片 就是我把馬牌5000放在我的連結時 我就是把它的前後翻了 現在要檢查得很清楚 看看這條Corsair Control 有沒有分前後的 雖然看起來是不像有的 因為它的紋不像要分前後的紋 我看不到它有任何的箭嘴 不過以我對車的認識 這些很小的紋 似乎是 我現在在駕駛這一邊 我買了這個BOOM 購買了十幾年 它是用大一點的嘴 而這些Wall Black Tie 多數都是用小一點的嘴 那我就要有一個 這樣的Adapter 幫我一口氣進去 讓它有一點點脹就好 好 你聽到它剛才脹了一下 它脹了一點就讓它容易避免 你在塞一條胎進去的時候 它被這條內膽卡住就拆轉內膽 它脹了一點就可以容易 放在一個適合的位置 現在泵一兩口氣 應該比較容易避免 我想MW我是很少做一些技術的東西 即是換胎 插波腳 那些叉 我不覺得這個是Mr.MW的頻道會出現的東西 還有一條 要換前胎 糟糕 可不可以不換 後胎是COSER CONTROL 前胎是繼續用馬牌 如果哪個觀眾想上來Mr.MW的頻道幫我換胎 沒那麼歡迎 救命我自己也不想做這件事 我知道換胎有很多人當是樂趣 好像砌高達那樣 喂 攝影完了嗎 我覺得是我泵的氣泵得不夠 嘗試泵多一點 佩服單車譜的人 可以換了胎 好像接近衣服的樣子 我去過洪水橋有一間單車店 即是單車店隔壁 有個阿姨換胎 換得更快 我現在好像做了半小時都沒做完 那邊又凹出來了 我做完一邊 在180度的另一邊會凹出來 我整個傻子一直在追著它 一直在轉圈 Daniel說這一步是非常難的 應該 應該真的非常難 Daniel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我覺得 我經常用這支擦胎棒 嘗試推外胎進去的時候 經常都會不小心刮到內胎 我不知道會不會刮到洞 或者弄弱了外牆 令它更容易爆胎 我實在一條內胎是用了三年 我其中一條應該是用了五年 其中一條內胎 我不知道是前輪還是後輪 我前輪好像真的好久都沒爆過 我希望可以繼續到這件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很快爆 前輪好像真的 我回香港之前都已經在用 有時可能回香港幾天 有拍過 然後 踩一兩次單車爆了之後 我一直都用 可能也有五年 哇 很厲害 YES 整條進去了 我希望我沒有掛爛內胎 我剛才最後的幾次真的有多暴力 我的方法就是先泵一點 然後不斷在那裡椅子 我剛剛開始踩車的時候 就有人這樣教我 就是要等下這條胎 確保內胎和外胎沒有位置 在零框裡夾住 才開始繼續繃進去 說真的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 我覺得純粹是MW太久沒有試過換胎 所以手勢差了很多 然後弄了那麼久 不然我相信很快可以做完 Corsair Control沒有 我聽說那麼難去換 那時候我超想換Corsair Control 我超久都沒有機會換 現在終於有機會換 就是給那顆死人玻璃碎 經過我九個字的努力之後 我成功將前輪的一條胎 都轉為Corsair Control 那你見到我現在前後胎都一樣那麼乾淨 我真的花了45分鐘 在這裡不停地嘗試將前胎塞進去那個框 我感覺那個輪框在前面的輪框好像大 1、2mm 然後好像比較難塞進去 這次MW打算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首先它就是開始有點想下雨 也不太緊要的 因為這條胎有少少紋 其中一個要測試的東西 就是在有些濕的地下上面 這單車的胎 它的操作是怎樣 不過很可惜就是 我發覺我剛才應該裝胎的時候 就撞歪了一點點 那這個鎖子就有一點點 鎖子就有一點點 鎖子就開始碰到那條胎 那就是怕如果我真的很大力鎖子 或者鎖子在那裡的鎖子 再測多一點點 鎖子就會碰到那條胎 就會弄到那條胎 我就是會遲一點點 再拍這一個 Vectoria Corsair Control的評論 如果想看那條Corsair Control的評論 就記得訂閱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的按鈕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待會兒